大家好,昨天普京总统宣布正式签署法令 为了应对西方的油价上限令,禁止向外国实体和个人出售俄罗斯的石油产品 这是普京昨天签署的总统令 普京宣布禁止向实行价格上限的国家供应俄罗斯的石油和石油产品 只有在获得克里米勒工领导人的特别许可的情况下,才允许向这些国家出货 措施将于2月2日生效,并持续到2023年的7月1日 该法令表示,俄罗斯的行动是对美国、外国、国际组织 违反国际法的不友好行为的回应,旨在保护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 该法令指出,禁止向外国实体和个人交付俄罗斯的石油和石油产品 条件是在这些供应的合同中,直接或间接使用最高价格固定机制 其中特别提到美国和其他实施价格上限的国家 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周二表示,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可能会超过23年计划的GDP的2% 油价上限会挤压出口收入,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额外的财政障碍 上限不会对俄罗斯目前的石油收入产生殖定 普京签署该法令实际上会减少俄罗斯的石油未来在国际社会市场销售 最主要会影响中国与印度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俄罗斯的石油现在已经很难出现在西方市场 现在俄罗斯最大的买家实际上就是中国以及印度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也很难直接获得俄罗斯的石油 那么这些国家想获得俄罗斯的石油需要通过第三方 最主要的是中国和印度 实际上这里边也有中国以及俄罗斯在中间进行石油贸易 其中也有包括利润 所以很多国家也会从中国和印度大量的进口俄罗斯石油 很多国家会利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绕过美国以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进口大量的俄罗斯石油 中国和印度对俄罗斯来说就十分重要 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和印度未来将争夺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实际上我之前在节目说过 俄罗斯希望利用离海到伊朗通道 南北走向通往印度的石油管线 这是俄罗斯和印度联合打造南北走向的石油通道 中国现在和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和伊朗一些国家 建立一个东西走向的石油 从南北走向到东西走向 大家可以看中间有一个交汇点 那就是阿富汗 就是阿富汗 南北东西走向 俄罗斯到中国到印度的两条石油管线 那中印之间呢将进行俄罗斯石油的争夺 阿富汗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昨天阿富汗呢 巴达上赫省 那就是北部的安全部队的负责人 遭到暗杀 这是现场的画面 那巴达上赫省啊 塔利班安全部队的负责人 叫阿卜杜勒哈奇 在爆炸中丧生 这是昨天在阿富汗北部发生的恐怖袭击 那未来呢 包括阿富汗啊 包括巴基斯坦 紧张局势会升温 这就是现代俄罗斯 禁止石油出口以后 在中亚地区 那这种恐怖暴力袭击会逐渐的升级 我还是提醒在阿富汗啊 在巴基斯坦的华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围绕这个石油通道啊 中国和印度啊 未来的竞争会持续 那除此以外呢 印度国内局势呢 也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大家看啊 这是印度的执政党 也就是莫迪的执政党的 副领导人 在印度啊 讲话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这个讲话内容 里边提到啊 印度教徒 必须磨刀 这样很容易像切蔬菜一样 砍掉穆斯林的头 那大家就清楚了啊 未来印度国内啊 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矛盾也会升起 懂英文的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下边的翻译 这个人实际上呢 就是莫迪的副手啊 他呢 在公开场合讲话啊 砍掉穆斯林 穆斯林的头 就是未来印度国内啊 也会出现什么 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昨天啊 印度媒体公开的啊 印度教在莫迪啊 在莫迪执政的这个靠近啊 巴基斯坦这个边境地区 在这个地区 讲话的这个最新的视频 那么在印度的这个边境啊 靠近中国这一侧呢 实际上印度也有新的部署啊 实际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 印度呢 将120枚的末日导弹 部署在中印边界 那印度的国防部消息人士呢 表示啊 印度国防部批准对印度武装部队 采购120枚普拉来 印度语为末日导弹 国防部高级会议呢 已经批准为武装部队采购120枚导弹 并将其部署在边境地区 那主要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 普拉来呢 那是一种印度国产的战术 D对D导弹 那这种导弹呢 可以打击150到500公里发明的目标 印度的国防研究和发展 组织研究的普拉来导弹 正在进行升级 升级后呢 会大幅增加射程 将增加印度陆军在战场上 战术的灵活性 普拉来导弹呢 2021年12月呢 有两次成功的试射 该导弹呢 配备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改变轨迹 那这款导弹呢 将首先配备给印度的空军使用 随后呢 会装备印度陆军 那印度方面也提到啊 中国军队已经拥有一支火箭军部队 目前印度的国防部 正在致力于组建一支 能够从远距离打击 敌对目标的火箭军 中印边界的未来呢 还会出现紧张对峙 现在呢 中国和印度啊 在争夺俄罗斯石油 争夺这个 中亚这个走廊 这个方向啊 中国和印度都会 在边境地区进行摩擦 另外呢 在巴基斯坦方向 在伊朗方向也会有争夺 这是现在呢 整个中亚啊 南亚地区最新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在尼泊尔 最新的25号呢 尼泊尔总统啊 班达里呢 任命了尼泊尔的 毛派中心党领导人 达哈尔为联合政府新总理 中国与印度呢 都联合发表了 祝贺啊 两国在南亚能源之战 也准备启动 尼泊尔在10月20号举行的大选后呢 出现 僵局国会啊 那人称呢 普拉昌达 意思是火热明亮者的达哈尔 选择离开先前所属联盟 并在反对派 共产党联合马列派 和其他五个小党支持下 25号意外成为尼泊尔总理 那这也是达哈尔的第三次啊 出任尼泊尔总理 毛派中心党 高阶干部呢 预计将出任 内阁部长 新政府呢 将与中国和印度保持 亲近的关系 并强调啊 实施重心 放在遏制通胀 维持储备 增加资本支出 缩小贸易差距 与降低利率上 那印度呢 是尼泊尔最大的贸易经济伙伴 印度总理莫迪呢 是首先祝贺了达哈尔领导人 他推特上表示啊 期待与你共事 一同强化 与印度尼泊尔的友谊 那中国呢 驻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外交官 也在推特上 恭贺达哈尔 近年来 中国与印度积极在南亚 国家拓展势力 尼泊尔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外部发言人 毛宁的26号 在记者会上表示啊 中方注意到 尼泊尔大选平稳 顺利完成 祝贺普拉昌达先生 出任新一届的 尼泊尔政府总理 毛宁说啊 相信尼泊尔政府 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在各党派 各政治力量 协商 协作下 尼泊尔将保持国家稳定 和经济社会发展 他表示啊 作为传统友好的邻邦 中方高度重视 中尼关系 愿意同尼新政府一道 拓展深化 两国领域的友好交往合作 高质量 共建一带路 为中尼全面 发展繁荣 时代友好 战略合作 关系 注入新动力 为两国人民 造更多福祉 王毅呢 在2022年的国际形势 和中国对外关系 座谈会上 也表示啊 中印两国 一直通过外交 军事渠道保持沟通 中国和印度 一直通过外交 和军事渠道 保持共同 两国都致力于 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 他表示 我们愿意印方一道 朝着中印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方向 努力 从现在整个 中印情况来看呢 俄罗斯呢 现在呢 他呢 禁止向西方国家 向对俄罗斯制裁 这些国家出口石油 未来呢 中印关系 会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23年 中国和印度关系 很有可能会出现 一个紧张 中印 边境地区 整个局势会升级 另外呢 尼泊尔实际上呢 在平衡中国和印度 因为他夹在中印之间 中亚阿富汗 巴基斯坦 整个局势会出现 一个新的热化 也就是说 印度会通过 他在巴基斯坦和 阿富汗的势力 代理人 会挑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整个局势 所以未来呢 23年 我觉得阿富汗 还有巴基斯坦 这个边境局势 会有一个新的变化 那实际上 本质上还是对能源的争夺 你要看清本质 这俄罗斯的石油 未来会成为中国和印度 两个大国争夺的焦点 另外呢 在印度的华人呢 我觉得也要谨慎啊 现在印度国内啊 这个 莫迪的执政党 实际上和穆斯林集团啊 实际上和印度国内的这个穆斯林啊 整个的矛盾呢 实际上正在逐渐升级 印度国内实际上也是右翼崛起啊 所以现在来看呢 印度教 很多的教徒也在准备着 和穆斯林之间的这个新的新轮的冲突 你从刚才啊 印度的 莫迪政府的这个副领导人 他这个公开讲话 公开向印度教徒喊话 准备刀啊 准备摸刀 坎向穆斯林 你就可以想象印度现在国内啊 这个穆斯林之间 穆斯林和这个印度图之 教徒之间啊 这种紧张关系 所以了解南亚事务的应该知道 现在实际上印度国内的整个政局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在印度的华人也要小心 特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 所以现在南亚实际上也是危急重重 未来呢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 包括印度和中国边境 都会出现新轮的 我觉得新轮的紧张局势 那现在来看呢 俄乌战争这种外溢呢 实际上对整个欧亚大陆啊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呢 实际上正在利用俄乌战争 碎片化整个欧亚大陆 包括南亚 东亚 包括东南亚 中东 欧洲 实际上美国呢 实际上利用俄乌战争这种外溢 特别是俄罗斯 利用俄罗斯 它这个新的能源战略 也在影响着南亚 包括东亚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未来要警惕啊 甚至会影响到台海 甚至会影响到台海 所以我说 现在整个欧亚大陆 正在发生这个巨变 发生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 甚至地缘政治板块 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预示着未来的战争 离欧亚大陆越来越近了 所以中国呢 现在一定要准备好 准备好战争 特别在台海上 有了机会 一定要拿下台湾 所以我们下去 Xian 也是 再来